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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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上世纪十二章第四节讲起 我们讲到上帝呼唤亚伯拉罕 如同上帝呼唤每一个人 说你离开原来的 到我这里唯一的真神这里 你把原来的撇弃我给你最好的 那么亚伯拉罕听了上帝这样呼唤 这是一个大搬家 这是一个大迁移 虽然亚伯拉罕是游牧民族 但是这也是一件大事情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这件大事情了 您今天如果要移民到美国或加拿大 我想也是经过很多的决定 有人要不要放弃绿卡 要不要得到绿卡 还是到纽西兰对小孩会怎么样 这都是一个巨大变化 各位我们信耶稣是一个更大的变化 而且这是绝对对的 你换工作换居住的地方迁移 这到底是利弊 我们也不知道 有的时候也看不准 有人移民到美国情形很好 有人很坏 有人换工作 有人换职业很好 有人很坏 这我们不知道 我觉得大概都差不多吧 如果有主都很好 如果没有主都很不好 但这总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信耶稣对你是不是好呢 各位只有这件事 我百分之百敢讲 你买哪一种股票 投票给谁 跟谁结婚 移民到哪里 我都不知道 因为是神真的不知道 你信耶稣只有好没有坏 信耶稣真正信靠他只有祝福 你说我信了 好像没有什么祝福 你没有好好信靠他 真的信靠他 有满足的喜乐和祝福 但是不是说 我们在信靠跟随的时候 就一帆风顺 刚好相反 我们跟随耶稣 耶稣讲得很清楚 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 每天都好像觉得有一些损失 好像每天都觉得有一些艰难 但是愿意信靠跟随的人 我们绝不为这些艰难打退堂鼓 我们更好地来跟随 更坚定地跟随 亚伯拉罕 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来信靠跟随上帝 碰到艰难 他没有转 他没有就 碰到困难就放弃 以色列人出埃及 一碰到困难 他们就要回去 很多人跟随耶稣也是 一跟随碰到困难 就离开了 就是守抚了离 向后看 亲爱的弟兄姐妹 跟随主 信靠主 就坚定到底 愿我们都是坚定到底 亚伯拉罕 他们去了 去了到一个地方 到迦南地 这是上帝要给他的地方 我想亚伯拉罕 马上就有一个巨大的失望 就跟我们很多信耶稣的人 迟早就开始有个巨大的失望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们谈恋爱 也会有个巨大失望 怎么我老婆是这样 我老公是这样 怎么婚姻是这样子 我们会有巨大的失望 你考上大学 你对大学生活会不会有场景 你进入一个公司 你会不会对这个公司有场景 然后失望 人生有很多的失望 我想亚伯拉罕 在刚刚到迦南地 也有个失望 因为上帝说 我要把一块地给你 得为业 那么不管那块地 是什么样地 那块地在亚伯拉罕心目里 应该是一个无主之地 是没有人的 上帝才能给他 没有想到亚伯拉罕去了 他发现迦南人住在那里 第七节 亚伯拉罕到了事件 魔力像素那里 迦南人住在那里 上帝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上帝说要把一块地赐给他 叫他去了 全家都去了 都打点好了 该卖该当的 通通通卖掉了 已经户口都迁了 到了迦南地发现 这个地方他根本得不到 因为这个地方一大堆 如狼似虎的迦南人 各位 亚伯拉罕不但没有得到 那块地 他儿子也没得到 孙子也没得到 事实上那块地是 经过四百多年以后 他的子孙的子孙 是在约束亚的带领下 才得到那块地的 亚伯拉罕没有得到 在西伯来书说 他得到了应许 他只有一个promise 只有一张check 那个promise的兑现 好像还要等很久 哎呀 弟兄姐妹 上帝应许 给我们永生 给我们神儿子的名分 给我们喜乐 给我们平安 我们到底得得到 得不到 一定得到 但什么时候得到 用什么方式得到 神都有 他不同的带领 有信心的人 我们历史都得到了 但是这里面 有很强烈的一个 应许的成分 我们要有信心 但是 那个信心让我们看到 应许跟现实 还差很大的距离 那属上帝的人 不会因为有很大距离 就离开 就跟我们的婚姻 跟我们的理想 好像有点距离的时候 我们不因此 就放弃我们的婚姻 我们更是 凭着信心 靠着主给我们 大家好好去经营 那信靠上帝呢 更是 不管有多少的艰难 我们信靠上帝的人 在西伯来书说 凭着信心和忍耐 承受应许 上帝给我们 一定是真的 我们这一生 不能完全经历到 那些实现 但我们绝对说是真的 因为圣灵已经让我们 经历到 那个 我姑且说 部分的真实 那部分的真实 就够 够我们喜乐 够我们更坚定地 跟随他 当亚伯拉罕 到了迦南地 看到 原来一群 可怕的迦南人 已经占据这个地方了 哦 他没有说 上帝骗我 我打道回府吧 他没有像 出埃及的 以色列人一样 哦 这条路太难走 我回去吧 他没有守抚着 离向后看 他没有说 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他没有不愿意跟随 背起石家来 跟随主 有福的人 愿我们都走 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的道路 然后耶和华就向 亚伯拉罕显现 上帝的显现 包括后来对 以撒的 雅各的显现 都是一样 哦 都特别要给你 加强你的信心 你所信的是真的 我的孩子 我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你不要害怕 哦 我会把这块地方 赐给你的后衣 好像已经说 不是这个地方 不是给你 给你的后衣了 当然还有奖也是给你的 但不管给我们 或给我们的后衣 我们只要信上帝的话 我们就已经得着了 就算我们肉体 好像还没有经验到 我们凭着信心 我们已经得着了 愿意有这样的信心 亚伯拉罕就为 向他显现的耶画 组了一座坛 组一座坛就是献祭 我们记得吗 该隐 亚伯 挪亚 都献祭 亚伯拉罕也献祭 愿我们献的是 新香的祭 愿我们献的是 感恩的祭 愿我们献的是 信心的祭 愿我们献的祭 哎呀 像耶稣基督一样 是不抱怨的 是喜悦的 是出于爱人 是出于顺服上帝的 是出于信靠上帝 是蛮有盼望的 我们继续在 看起来失望的应许地 因着上帝的话 我们不失望 我们因信人有指望 在毫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人有指望 而且我们继续献祭 给我们的天父 然后他继续在搬家 因为总要在一个 比较可以住的地方 住下来啊 在伯特利山边 东边的山 支搭帐篷 支搭帐篷 又让我们想到 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 我们在应许之地做客 我们在应许之地 像童子军录营一样 支搭帐篷 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 雅各 以撒是一样的 我们在等候那座 有根基的城 城有根基 城又像一个有机物 不会动摇的 我们现在常常动摇 走来走去 但我们心中的确据 是绝不动摇的 好 然后他在那里 又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坛 这是亚伯拉罕的特点 筑坛就是呼求 筑坛就是感谢 筑坛就是 我要更加的信靠你 我要更加感谢你 手头上好像没有看到 你兑现任何的应许 我凭着信心知道你爱我 但是我也凭着信心知道 我要向你呼求 因为我实事真是艰难 求你帮助我 这么多迦南人 我怎么跟他们生活呢 然后亚伯拉罕又渐渐 往南迁移了 一个信靠上帝人 我们外表做什么 真的不重要 好有迁移 有迁移感谢主 只要我们的心 跟对上帝越来越笃定 第十节 那地遭遇饥荒 因饥荒 盛大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 要在那里暂居 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杀来说 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 埃及人看见你 必说这是他的妻子 他们就要杀我 却叫你存活 求你说 你是我的妹子 使我因你的平安 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这是我们说贫贱夫妻百事哀 我们可以说跟随主的夫妻 好像百事哀 跟随主的夫妻怎么会百事哀 应该百事蒙福 各位我们总觉得信靠上帝是蒙福 怎么康牧师这样讲的 是绝对蒙福 但是实在也有一些事情 我们觉得好困难 亚伯拉罕现在 现在有饥荒 饥荒他到埃及去 他到埃及不应该是堕落 有人觉得他去埃及是堕落 但是离开了上帝应许的地方 但是后来您记得 以萨 以萨的时候也碰到过一次饥荒 那么上帝就对以萨说 你不要下到埃及去 因为以萨那个能力很弱 你不一下到埃及去 你就到一个地方去避饥荒吧 那亚伯拉罕到埃及去 看不出一定是错误的 就跟后来雅各全家到埃及去 上帝更是对雅各说 你就平安去 你一点都要害怕 各位我们不要死板 虽然应许地在那里 但是人最重要不是一个地理位置 人最重要的是跟随上帝 我们定睛在上帝身上 好这里亚伯拉罕走了 亚伯拉罕到了埃及去 有人说不好 我再说没有不好 但我说不信的是什么 跟随上帝到别的地方漂流 很辛苦 各位我也常常在不同地方讲到 那已经是被弟兄姐妹招待的最好了 还是也是很辛苦 如果不是被弟兄姐妹要去讲到被招待 你是流浪的话 因着饥荒流浪 而更早的时候 就是因为上帝叫你离开 你就离开 哇听上帝的话出去 就危险了 现在到埃及去 到埃及 因福得祸 因祸得福 什么叫因福得祸呢 亚伯拉罕有个漂亮老婆 这是福气 可太漂亮了 也是一个祸患 因为亚伯拉罕想 到了埃及这个地方 他跟萨拉讲 老婆你真是太漂亮了 你很漂亮 我到这陌生的地方 我看这个地方的人 会把我杀掉的 会娶你 那后来在亚伯拉罕这个错误又犯了一次 就是说谎 把自己太太说成自己妹妹 在创世纪第20章的时候 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应该已经是99岁了 莎拉已经89岁了 莎拉还美艳到这种地步 我们也很难想象 那时候 亚伯拉罕也骗别人说 这个 莎拉是我的妹妹 结果人家真的要娶 莎拉做太太的时候 上帝制止了 那他们来责备亚伯拉罕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亚伯拉罕说 哎呀 神叫我离开父家 漂流在外的时候 是神叫我们离开父家 我们这一切是神造成的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那个地方人如狼似虎 以至于我可能活不下去 会被杀 迫不得已要说这种 出子下策 要说谎话 这些地方人都不认识上帝 他们可能会杀人家丈夫 娶人家妻子 所以让我们假装是兄妹 而不是夫妻吧 如果是兄妹 我可以因你得钱 如果是夫妻 我会因你掉脑袋 因了福得祸 因为老婆太漂亮了 自己杀身的危险 当然后来又因祸得福 这件事上帝保守了 亚伯拉罕 让他得到了非常多的金钱 那莎拉也同意了 各位这 我很难想象 我很难想象 假如今天我跟我太太 到一个不管是什么原因 我到一个岛上 然后我跟我太太说 老婆啊 这个地方男人我看 凶得不得了 你又这么漂亮 这样好了 我们不要以夫妻之名相见 我们以兄妹吧 如果是夫妻 他们会杀我娶你 如果是兄妹 他们会给我很多钱 然后娶你 这把老婆的真操 放在哪里了 你说你老婆是你妹妹 叫你老婆跟别人睡觉 自己可以保命 甚至还可以赚点钱 这亚伯拉罕怎么说得出 这种话呢 好 我们说这话呢 我们对亚伯拉罕也同情吧 因为这是很艰难的时候 他们逃难 埃及人的确也凶狠 那么他要得到生命的平安 也许他还没有想那么远吧 但我很难想 他没有想那么远 就是沙拉的真操怎么办 人家真的把你 把这个女人当作你妹妹 名正言顺要娶 你真的给吗 我说这话就是 跟随上帝 听从上帝的旨意 要到外面漂流 很辛苦的 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不犯罪 不得罪上帝 也求上帝怜悯我们 Have mercy on us O Lord 好了 亚伯拉罕到那里 这个想法当然就已经错了 这是吃软饭 而且吃妻子 真操的软饭 这实在太糟糕了 到了果然你看到一件事情 埃及人看到这妇人 极其美貌 法老的成长看见了 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 那妇人就被带进 法老的宫去 我真的不知道 沙拉有没有被玷污 实在不大看得出来 也许先带到宫里去吧 还没有怎么样 带进去的时候 亚伯拉罕怎么想呢 然后亚伯拉罕真的 也吃了不少软饭呢 法老因为这个妇人 就后代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得了许多的 牛羊 骆驼 公驴 母驴 扑币 得到了许多 我们看到很稀奇的事 这件事从头到尾 应该是亚伯拉罕错 亚伯拉罕和沙拉 联合欺骗法老 那应该被罚的是亚伯拉罕 结果 创世纪第十二章 第十七节 耶和华因亚伯拉罕 妻子撒来的缘故 将大灾与法老和他全家 这真岂有此理 人家说谎骗我们 我们可是合理的 还不但是陪了夫人 折了一大堆的牛羊 骆驼 公驴 母驴 扑币 上帝怎么这么不公平 各位 我们看圣经 求主都让我们 能够谨慎一点 谦卑一点 我们用脑筋去想 就发现 哎呀 其实没有错 各位 你看到 你看到埃及这个地方 实在不是一个好地方 在埃及这个地方 哎呀 不认识上帝的人 真是都是邪恶 但是有的时候 有些邪恶的程度 重一点 在这个时候 埃及这里非常邪恶 沙拉已经八十九岁了 可能那个时候八十九岁 在这个时候可能是 也是七十几岁吧 七十几岁的一个妇人 后来 后来那个雅各的儿子 去埃及买粮食 也是有很严格的海关检查 各位 我相信现在你到美国去 也是有很严格的海关检查 如果你有恐怖分子的嫌疑 或者是跟什么 宾拉登有染的这个嫌疑的话 很快资料就会送到什么 FBI或者什么特别的机构去了 在当时埃及的海关呢 好像不是抓恐怖分子 而是什么 抓美女 这古今中外好像都有这种情形 你要深光发财 最好的就是送美女给老板 这是吹牛拍马的最好的办法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历史上看到 君王喜欢骏马 就有人送千里马来拍马屁 有人喜欢这个 有人喜欢那个 就会送来 尚有好烟 只要有喜欢的 下面一定有人帮你拍马屁经 帮你做到 从这里看起来 因为我说的 亚伯拉罕夫妻 又不是什么巨妇 进到埃及 居然马上 沙拉就被带走了 就跟我们看到 也许是唐明皇一样吧 也许是中国很多皇帝一样 真的好色到极点 后面后宫妃兵已经一万人了 还嫌不够 于是就在全世界搜寻美女 我们像那个亚哈水罗王 要找皇后的时候 大概也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搜搜搜搜到最后 还搜到乙丝贴了 这男人好色实在也很可恶 真是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这么多人的痛苦上 你看埃及有个很坏的习惯 就是显然在海关 在各个地方 只要有女人来 就要看她漂不漂亮 够漂亮就送到宫里去 这是升官发财 吹牛拍马的好捷径 那你说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民族 这样的风俗 这样的法老 这样的官员 能不罚一罚吗 所以上帝罚埃及是对的 你看亚伯兰一到了 埃及人一看到他 哇 然后显然就送给陈宰 陈宰呢 马上就在法老面前开始夸了 哎呀 怎么样怎么样 那一定充满了信条痘的话 那那个女人就带到法老的宫里去了 就是撒拉 然后他的哥哥 其实他丈夫就也被后代也得到了很多 好 我们不是说谎 我们绝对不可以说谎 亚伯拉罕是说谎是不应该 但是这个说谎是因为埃及的民风太坏了 所以上帝先处罚埃及人 而没有处罚亚伯拉罕 那我想这样 上帝还是公平的 是非常公平的 那么后来就降了大灾 当沙拉被带到宫殿里 我们希望他还没有被玷污 是什么时候灾降下来 然后灾降下来 是法老如何知道这个灾是因为 把别人的老婆当作妹妹 然后娶来了 上帝恨恶我们这种 这种贪色 好色的这个做法 他们怎么知道圣经没有讲 但是神的确让他们知道了 降了大灾 法老就遭了亚伯拉罕说 你向我做的 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她是你妻子呢 为什么说她是你妹子 以至于我把她娶来 要做我的妻子 各位要做 我们从这里可能可以松一口气 要做就是还没有成为我妻子 现在你妻子在这里 可以把她带走 于是法老吩咐人 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 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我们中文的翻译 不大看得出来是驱逐出去 还是礼遇的出去 不过如果降了大灾 我想法老不敢太凶 这个把他们送出去了 而且亚伯拉罕又是因祸得福 一场惊魂 太太没有被玷污 而且得到了大量的牛羊 骆驼 公驴 母驴 扑鼻 看起来有点福气 但神还是很公平的 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我们也千万不要吃这种软饭 也千万不要说这个谎 法老是不对 法老自己做错了 就损失了很多 那么然后法老赶快把他送出去 让我们也想到在出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也带着埃及的经营 被法老送出去了 因为法老实在是非常顽耿 上帝就把大灾降在埃及人当中 这跟亚伯拉罕出埃及不大一样 但是也有类似的情形 总之不可为难我的受高者 不要有任何人得罪上帝的仆人 如果我们自己得罪上帝的仆人 上帝的仆人得罪上帝的仆人 上帝都要毁坏那个人 上帝对他所有的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自己没有像上帝爱我们 那么爱我们自己 我们务必让上帝的爱来提醒警告我们 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 警告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身体 或我们的生命用错了地方 好13章一场灾祸 一场一个可怕的地方 让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富翁 埃及人送了他非常多的东西 13章第一节 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于罗德 并一切所有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亚伯拉罕的经营牲畜 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 到了伯特利和爱中间 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 也是他起先足坛的地方 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感谢主上帝 你带我经历一个饥荒 饥荒没有把我所有的夺走 饥荒反而让我更富裕 你让我经历埃及人可怕 埃及人可怕甚至害得我说谎了 但是这个可怕最后结果 你让我成为极富裕的人 现在我又回到加南地 我不知道亚伯拉罕这次 什么事在求告上帝 但是当他没有得到土地的时候 当他没有得到儿女的时候 当后衣摇摇无气的时候 他当然要求告上帝 亲爱弟兄姐妹 有信心的人不是不求告 刚好相反 越是有信心的人 越会求告上帝 带着信心求告 我们不怕打扰上帝 因为上帝要我们对他讲话 要我们向他倾心图一 要我们把心中一切难处告诉他 要我们把一切的喜乐告诉他 要我们把一切的颂赞告诉他 要我们向他认罪 感谢主 让我们对他说话 让我们向他主谈 献祭给他 也请心图一 把我们心里的话告诉他 主 你帮助我 主 我赞美你 主 你赦免我 主 你怜悯恩待我 求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呼唤我们 我们也呼唤耶和华 这才是蒙招的好仆人 神对我们说话 不要叫他 真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了 他对我们的呼唤 盼望都引起我们对他 更多的呼唤和回应 主我愿意跟随你 愿意爱你 当然我们永远不及 上帝那么爱我们 第五节 与亚伯兰同心的罗德 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那地容不下他们 因为他们财务甚多 使他们不能同居 罗德也是神的仆人了 也跟随了 但是他始终跟随的不大好 始终跟随 心中有很多金钱的因素 这时候我们看出来了 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然后因为他们有钱 因为他们有牛群羊群帐篷 现在他们不能成为好朋友了 他们不能一起同行了 他们不能住在一个地方了 因为他们财务甚多 使他们不能同居 这真是一个好可怕的事情 当基督徒很贫穷的时候 可以彼此相爱 可以共患难 当基督徒富裕的时候 不能共富贵 跟世人一样 大家穷的一起打天下的时候 哇 命都可以互相舍 到有权有势的时候 就是杀功臣 翻脸不认账 这真是很可怜 连罗德和亚伯拉罕也都是这样 那我们要想一想看 各位这是 罗德真是一个小没良心的 罗德怎么会有钱的 各位我相信 罗德的有钱 一定是亚伯拉罕把他从埃及得来的那些牛羊 牲畜 扑壁 分给了罗德 所以罗德才会有这么多东西 那么因为 因为罗德没有自己从埃及人得到什么东西 所以他如果有 一定是亚伯拉罕分给他的 亚伯拉罕给了他 也把他视为侄儿 也带领他 可是 罗德呢 我们看就是一个斤斤计较 一个事前如命的人 他后来跑到所多玛也是一样 因为他要钱 就忘记了上帝 或对上帝就很淡 他为了钱对自己的亲人 对自己的叔叔也就很淡 虽然这个钱 他的深处是他叔叔给他的 但是太多了 东西太多了 他们容不下了 亚伯拉罕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 就有一些争吵 那个时候 当时迦来人与比利西人在那个地方居住 你再争吵 你东西都要被人家抢走了 这个意思 你们彼此还不能团结吗 罗德的仆人与 亚伯拉罕的仆人相争 有的时候也许上面两个很好 底下人不能合作 这个上面人还是有责任 好 现在 因祸得福 因福得祸 因祸得福 因祸又得祸 因为饥荒到了埃及 因为饥荒到了那个可怕的地方 但那个地方又得了非常多的财富 得了非常多财富以后 他们又差点失去友情了 他们两个是应该很相爱的 在迦南地 虎视眈眈之下 他们现在有这么多牛群羊群 更应该团结在一起 结果相争了 下面的小鬼也在相争 下面的牧人在相争 都没有 都忘记了 这是来自上帝 都忘记这是来自上帝 给亚伯拉罕恩典 你争什么 你哪有资格争 不是亚伯拉罕 你什么都没有啊 可是有的时候 那些小气的人 不看上帝恩典的人 不看神借着别人 给我们恩典的人 斤斤计较的人 就很难跟人家相处 各位愿我们有上帝的心 能够跟人家相处 看到一切出自上帝的恩典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愿神赐福大家 耶和华的山 能向我们生的殿 祂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 他这道路 因为是未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恩典 必处于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恩典 也和华人